謝謝主席 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徐主委 請徐主委 謝謝 委員好 主委好 公共工程統籌公共工程的規劃 審議 協調及督導事項 也是政府採購的主管機關 在今天的報告裡面提到103年度公共工程的產業夥伴及各部會 各縣市政府積極合作之下 在103年度可以講說整個公共工程推動的成果跟預算的執行績效 創歷年來的新高 我在這裡表示肯定 給予恭喜 那國家的重大公共建設 這個應該 主委應該都有參與吧 有 都有 有 那主委 知不知道最近那個 今天報紙有提到 北宜直鐵 就是我們東部提速計畫 這個或者是現在的什麼北宜 這個改善鐵路提速計畫好幾個計畫 但是都是一樣 就是說整個要改善整個北回鐵路 這個台北到宜蘭這一段的一個鐵路的改善 那有提出幾個路廊計畫 那這個在十幾年前 我記得我參選第五屆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們就宜蘭縣就有共識了 一直希望說 北宜直線鐵路能夠趕快蓋 那後來在95年的時候 因為環評沒有過 所以又提出其他路廊計畫 A案被否決 被環評否決 B案現在在做這個規劃 跟環評 那今天報紙突然寫說 如果地方反對聲音過大的話 將要改為舊路線的一個改善 主委 這樣的情形你了解嗎 我清楚 因為北宜直鐵是我在 擔任鐵工局局長的時候提出的計畫 那演變成這樣的話 你認為會怎麼樣一個結果 那北宜鐵路是一定要改善的 不管是直鐵 或者是B案的 它是走酸溪的 或者是現有的鐵路系統 它是應該要改善的 因為我們希望用鐵路來紓解高速公路的這個優賽 那因為現在關鍵是在環評 環境是不是可以容許 所以環評的規劃呢 是併到規劃 在工程規劃這個階段要去做的 他現在環評還沒有提出來 還沒有提出來 將來環評提出來的時候 看看環評委員 環評委員是不是可以接受 這樣子 他有三個案子 ABC三個案子 主委 我想請教你 如果這是一個決策行程過程裡面 地方政府也沒有參與 身為當地選出來的立法委員也不了解 也沒有參與 那我們怎麼面對民眾 地方是有參與 我也沒有參與 我在審查的時候有邀請地方 我副縣長也有參加 我今天看報紙 縣長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 我是今天看報紙才知道 後來我離開了 他是不是有再邀請委員參與 建設的一個政策 經常就忽略這個公共參與 所以現在很多的政府的公共大型的建設 往往就是變成 我吹我的吊 那也不顧這個民間或者是專家學者 或者是地方的意見 我覺得這樣忙幹不是辦法 公共工程應該有一個公共參與的一個空間 我一直期待說未來的公共重大工程 能夠有一個聽證會的一個方式 來形成公共政策 否則你們閉門召居 這個將來不但是公共 這個重大的公共工程沒辦法推動 所執行的結果 也不會為民眾所滿意或接收 那損失的還是整個政府 那個 我看了好幾個重大工程 比如說我們國道 包括電子基層收費 台灣高鐵 台北遠雄這個大氣彈 還有三創數位的生活園區 都是採VOT的方式來進行 那最近常常因為績效 或者是 引發所謂政府跟財團之爭的不當的政商關係的爭議 形成這個整體的媒體焦點 主委 你是學土木工程出身 對於工程建設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雖然我們引進民間的資金 來投入公共建設的業務 這個業務 雖然已經播到財政部了 對 但是我還是想請教你 到底VOT案行不行 VOT案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構想 全世界都在用 都在用 那目前剛剛委員所提的 那這些VOT的爭議 基本上是大家對於合約 事後又有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可能我們將來在本 我國要執行VOT 可能在合約方面有一些機制要保留的 就是協商的機制要保留 主委你這個太以偏概全了 我看VOT案大部分都不好 大部分都受到社會質疑 最近這個柯文哲市長上任以後 對台北市的各大的VOT案 可以講說是磨刀霍霍 甚至成立專案小組 重啟談判 對不對 那你這些VOT的案子 一下設定30年 可以延長到50年 甚至到70年 這個 主委 老實講 地球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曉得 50年70年以後 你可以預測那時候的財務狀況嗎 這些VOT的案子真的相當有問題 你身為一個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委 你要說實話 我們現在台灣的VOT案子沒有幾個成功的 大概成功的有幾個案子你算一算 對不對 人家日本最長時間也是3年到7年 大部分都是3年到7年 台灣一搞就50年70年 這樣的觀點 這樣的做法 或許可以再參考了 主委 因為我接觸到一個新的一個 這個彌補這個VOT的不足 有人在跟我提 因為我們在閒聊 才聊起說 欸 國外有新的一個 新的融資模式 是PPP 主委聽過沒有 聽過 聽過喔 聽過喔 他通常就是所謂的公共私營的合作的一個制度 那是一種公共政府的部門跟民間企業的合作模式 那這個大部分目前來講就是英國澳洲還有韓國 剛好韓國他們有一個教保基金來台灣 那我那天有特別引進給我們交通部這個次長跟公共局局長 那我在想說因為它裡面的一些相關資料我看了一下 就是因為那個我們這個VOT的案子 在台灣的狀況是漏洞百出了 甚至引起民間很大的威力 所以這個這樣的PPP的模式呢 主委你看我們有沒有引進的條件 或者是說我們現有的是不是有相關的法源依據能夠來配合來推動 那個PPP這個觀念 實際上英國在推動的最徹底 也跟我們接觸了很多次 一直希望把它那個系統 它那個制度介紹給我們 那當然我們很慎重的在研究這個PPP 在台灣我們是不是可以執行 法規面有哪些需要補強的 這是我們在研究中 那PPP基本上在目前並不是不能用 它還是屬於政府採購的一項 因為它政府要負擔 不過是延遲付款而已 是這樣而已 那將來我們真正的PPP要推動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檢視所有的法規 有沒有需要做哪些的修正 如果今天一個縣市政府沒有經費的話 它要推動PPP的模式 來進行公共的建設的話 那我們在相關的法令上足不足夠 目前可能還是不太夠 我們要研究 本席要求你是不是你趕快來 把相關的法令把它備權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 因為台灣現在中央政府也沒錢 地方政府也沒錢 但公共建設人民的需求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案子應該是可以推 他們在國外推了很多很成功的部分 那我想說那個主委 這個方面應該更積極來做一個處理 是不是你會後 把你們應該周前的一些法令 或怎麼樣 能夠就你所知道的部分 我們盡快來做處理 那第二點我想再請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這個行政院副院長張上正來自業界 那上個月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對政府採購提出新的概念 我覺得還不錯 那他提到政府採購將開一條路 讓年輕人公平競爭 未來採購案不限定是招標 也可以由比賽來決勝負 主委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知道 知道 那我想說這個 蠻有創意的 那也是由副院長提出來的 這個部分呢 你也應該去做相關的法令上面的周前的準備 來引力未來整個國家政策 我再提醒你這一點 那我想這一點呢 最主要是讓我們這個 這個政府的採購案 標案呢 能夠更透明 也不要能夠更有彈性 那對相關的規劃呢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呢 請主委進入做個處理 那最後有一個問題 你在書篇報告裡面提到這個 施工查核制度 精進的措施部分 那 今年 這個查核的成績都比7年好 這個 成績列加等比例45.34 叫這個前年提升3.26 平等的話 減少0.56 那顯示公共工程品質的提升 那我是 在這裡提醒主委 就我所知 這個 陸品專案的部分 是有一些疑慮 現在公路單位 或者是縣市政府 都有成立那個 陸品的一個揮報 有沒有去把它整合一下 這個我認為公共工程 委員會應該去做一個平台 把它做一個整合 讓整個陸品專案 能夠更有績效 好不好 我們有建立這個平台 有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陳柔波委員 也謝謝許主委 接下來我們請